上个世纪90年代,苏联正处于风雨迢遥之中,经济上必得质疑凸显,就是只重视重工业、枯式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,以至于当时大俄军手握大量一流装备、导弹、新式战机、雷达等等,但却无法满足基本生活需求,尤其是薪水和火车。 但是,服装,在当时,俄罗斯军队拙需的食品和清工业品,基本是购买我国的,像罐头、衣服、方便面这些生活必食品,而方便面却备受欢迎,对于当时生活在清工业千千不足这一大环境中的俄国军人而言,方便面无疑是新鲜瓦溢,俄国全部军人,军师本喜爱中国方便面,但因为双方口味不同, 还闹过一个笑话,1994年初,俄空军从某国顶购了5万箱方便面,但到货后不久就投诉我方售卖的方便面问题严重,要求全部退货,对此,我方工作人员没有丝毫满库,紧急调查人员, 后来发现我方提供的调料包中含有少许辣椒,但俄国军人一点也不能吃辣,没表示同意,我国最后将一批任何辣味,都没有的海鲜调料,包从国内紧急控运到俄罗斯,这个问题才得以解决, 同样,双方有官方便面的笑话可不止一个,特别是俄罗斯的奇葩吃面,一群中国军人看得目瞪口呆,这又是怎么回事呢? 在1993年,在俄罗斯宇苏获一公司,进行恰样的我方军队代表却惊讶地看见了这一幕,也就是俄国式的方便面吃法,当时方便面已经成为俄罗斯军队招待外宾的必食品,不过也有信客俄罗斯官员,一起品尝了快餐式方便面,俄罗斯对我国的吃面方式直摇头,就转身拿起一包面扯开,先将所有调料包拿出, 撕开后直接倒进装油滚烫热水的碗中,叫云直直吞汁变浓,然后端起碗,美滋滋地喝掉,最后吃完没有一点调料的开水泡面,这不先吃料包在市面的操作真是奇葩,再也是双方生活习惯不同,的最直接的一个反应,原来,俄罗斯身处高纬度地区,冬季极端寒冷,唯有高热量的食物,才能抵风遇寒, 所以俄罗斯人特别喜欢喝热量高的浓汤,方便面的吃法也就不足为奇了 感谢观看